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每家新的这个14系列 它这样一款全地形或者说是公路拉力车的这种风格的一个车子 那我今天把它换了另外一款外观的车壳 给它买了一个小的外观套件来体验一下 Zither Harp 这款外观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们刚好出来野外玩一下 你看这个轮胎小了,长的草就比较吃力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滑板吃玩对吧 试一下 还是一切能车架 然后现在有陀螺仪了嘛 所以我觉得对新手来说操控会更加的容易 包括是可以看到它走直线也会很轻松 好,翻了,给它推起来 不推荐这样玩哦 这个力度控制不好的话是比较伤车的 但是稍微玩两下问题也不大 如果真的想飞飞跳跳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买这个现在新出的大脚的版本 但是你喜欢拉力的风格的话 那这款造型会比较好看一点 的确这个外观加上白色轮毂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拉花我很喜欢 好 来 低视角下它的这个表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转弯转过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反打动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走过来转弯 看到没有 它会有一个这样补证的动作 那对于你的转向操控就会比较容易 我们再来试一下 转弯 就比较不容易说特别失控的感觉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飘移拉力的动作 当然在土路上面会更好操作一点 OK 好,我们去那边捡车 现在我们往那边走 就是急转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辅助失控的 防止失控的动作 反打 那你只要控制好这个力度 它就是有飘移的一个效果 那有陀螺仪之后呢 我们的直线加速起步会更好控制 包括1430102的话 它有一个设定 就是它电条会温柔一点 因为考虑到轮胎比较小 电条必须温柔 不然的话还是不稳 所以它的操控也会更加的容易 以及是说这样的风格看起来会更加仿真 像真车的风格 别的车都会比较夸张一点 这个就跟真车的样子是差不多的 我先用的是标准的公路胎 这个场地是比较滑的 所以说它会有甩尾的效果 OK 而且有点响胎的声音 我们现在开上去 去前面草地上跑跑 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抓地比较好的时候 就会加速比较快了 而且不太会打滑 这样就不太会甩尾了 好 我们去土路上面玩一玩 这是一块小草坪 而且有陀螺依辅助以后 它的相对来说极限也会更高一点 就是转向过猛 或者说在甩的时候 它会有点反打 来辅助你进行一个操控 OK 我们来试一下拉力的感觉 走 这种 是不是比游戏里面这种拉灰的感觉更加真实 包括它抓地力的这种变化过程 那边有个大坑 我们走近一点试试 走过去 哦 好 好 可以来一个 飘移 哦 甩我一脸土 它的简震 其实以这个路面来说 已经是表现比较不错了 这个路面还是蛮齐驱的 可能现在阳光比较强 看的不是很明显 OK 好的 现在下面的话 我们就进入表演时间 甚至是说它颠簸的手陀螺仪 还能辅助它走得比较直一点 我现在是挂在网上了 我要把它取下来 那么这个车架其实出了也蛮长时间了 那相对来说呢 比较喜欢仿真风格的 以及是喜欢偏公路车拉里车玩家呢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1比14呢 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小 但是呢 也是带出去很方便 然后呢 大多数场地都能玩 除非说你这个草长得很高 一般情况下 有点土路啊 公路啊 甚至是你在滑板池里面都可以轻轻的去玩一玩 我建议说你当大脚车样去飞坡啊 空翻 但是难得玩个一两下呢 问题倒不会很大 可以看到一共有两款 之前分享的时候用的是这款车壳 特别是现在是夏天了 那PVC车壳玩起来也不会很心疼 它基本上没有那么容易去破掉的 因为天热了嘛 这温也会变软化一点点 然后再来看这个车架的话呢 后面版本来买到的玩家呢 他是带陀螺椅的 这个陀螺椅我觉得还是效能非常不错的 无论说你是在公路上面想去有点低抓啊 水泥上有点灰的时候想去飘一飘 甚至是换成他的这一个套装的飘一胎 反打的响应啊 还有他这个介入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我一般自己就开50%左右 让他有蛮多介入 但同时呢我想去强制的去介入的时候 我也能介入的进去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我们去跑的时候呢 比方说他冲过来 然后急转弯掉头 但是转过去的时候 其实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点甩嘛 有的时候就会转360度 但你只想转180度的时候 你适当的松掉一点转向 他会自动的根据当前的这个加速度和旋转的这个力度呢 去给一个反打 然后就会比较顺滑的去做掉头 但是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个车子呢 他毕竟是一个拉力车 他的这个悬挂的这个行程是比较长的 以及是说他的滚动的量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比较高抓地的前提下 那你的转向就要更加温柔一点 不然呢他就会比较容易翻滚 但是呢这个讲到翻滚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两个车壳的高度是差不多的 那这款拉力的白色的这个车壳呢 会略高一点点 其实他翻滚起来之后 会比较容易的回到这个轮子着地的状态 因为我们套上这个车壳以后呢 他重心是很下沉的 所以说他在滚的时候很容易就滚滚滚滚滚滚啊 非常强或者非常好 倒是弹不上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车子 所以说你也不能太狂躁 他这个本身的这一个避震器之前有些玩家觉得说 这个避震器压下去回弹比较少啊 没有顶得很高 这个要结合你自己的一个口味了 那如果说比较软的时候呢 他会有比较多的这样子摇摆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滚动啊 去吸收掉你转向的时候过来的这一个加速度的力量 那可能对你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如果说你调的非常硬 可能在一个临界点之前呢 他是可以这样顶住 但是超过这临界点呢 车子就会直接翻过来 这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玩了 以及是说你觉得说新车收到的时候是感觉啊 比较回弹的 然后玩了段时间后觉得回弹少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球头啊各个方面 他会进一些灰尘呢 阻力会有略微的提升 那这只是静态的一个影响 其实你跑起来的时候 路面的冲击力啊 车的加速度啊是很大的 和你在桌面上静态去感受呢 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说不用太在意 或者说适当的去 把这个预压旋钮调下去一点就可以了 那像我自己的话 前面大概往下面调了有一个 6毫米7毫米 后面的话大概是8毫米9毫米的样子 我觉得说现在是一个偏硬的一个状态 偏支撑的一个状态 它就滚动不会那么多了 不是说一转弯就会啊 这样子像开船一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说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但相对来说呢 可能啊落地的时候 这种吸震的感觉 比以前来说是硬了一点点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完全很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你自己喜欢怎么调就怎么调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包括是避震油你玩的时间长了 你觉得啊它已经衰退了 已经漏掉了 那你可以重新的去灌 这个灌油啊 这个操作以前也有分享过 怎么去啊做一些这个调整 我们之前视频里也讲了 那今天主要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玩车的这一个感觉 包括是说啊 这款白色车壳 我之前因为没有试玩过 我感觉相对来说 白色车壳好像会更加的柔软一点 可能是因为造型的缘故 那相对来说呢 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会有比较多的尼龙键 比方说上面啊尾部啊这样的尼龙键 它翻滚的时候可能会更耐磨一点点 但是白色这个车壳呢 我觉得说它虽然说看起来重心更高 但是它其实滚了以后呢 会比较容易回到这个啊 四个轮子落地的一个状态 看你个人口味吧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外壳 觉得拍下来就是看视频里的画面 你觉得的话 其实白色这个还是蛮好看的啊 这个很经典的这个涂装的风格 但是很可惜呢是没有授权的啊 上面的文字都做了一些修改和调整 包括这里我贴了自己的贴纸啊 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的装饰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主要也是延续之前的这个话题 第一批玩家的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陀螺仪的 现在是给到了陀螺仪的升级之后 买到就有陀螺仪的版本 但我们最开始是没有陀螺仪的 可能有些玩家觉得说他在拉力啊 或者在飘移的时候表现 不是那么好去操控 那加了陀螺仪以后 这个性能其实是有明显提升的 包括是一些小细节的这个调整 这个百臂的回弹啊 线位啊这方面 都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和修改 那我觉得说这个车子就是慢慢变得更成熟了一点 包括是后面14系列还推出了09和这个10 也就是大脚的版本 或者说这个越野车的版本 那么这个系列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饱满 那我觉得说也是一个蛮适合大家出去娱乐的一个车子 因为它很小巧我自己最近就是没有得开车 然后打个车啊或坐公交带出去 这个就很小很方便 随便拿一个小的袋子就可以提出去 而不需要很大的这种载具才能把它带出去 那就属于日常娱乐蛮好的一个选择 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更实惠一点点 那么综合上来讲的话 就是你不可能指望说它的强度啊硬度啊非常的变态 但是其实同价位里面它也属于是比较耐造比较结实的一个车子的 那么这就是我这个14系列后续玩车的一个感受 包括是我这一次呢是换了一个白色的车壳 偏拉力风格 而且是这个很经典的涂装风格的一个小体验吧 那我觉得说这个车壳的确搭配这个白色轮毂会非常的漂亮 又看你自己的口味 它俩其实就是外壳的区别 包括轮毂配色的区别 其实本身的车架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要这个车壳这样拿过来套上去就可以去玩的一个状态 甚至说你已经买了其中一个版本 你也可以再买这个外壳的这个零件包去做一个替换啊 就换一个壳 然后换一下轮胎 它的外观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改变了 那我觉得这个玩法也是蛮有趣的 比如说你前壳破掉了 或者说你这个壳看腻了 你可以再买一款车壳来做一个替换的选择 但也希望美嘉欣可以后期再多出一点 这个不同的拉花的配色啊 包括是不同的这个外型的车壳给大家更多的选择 因为其实拉力车也好 或者说公路车也好 它大体上的框架是差不多的 那玩家喜欢的那些壳子 包括是你说是JDM的啊 或者说德系欧系美系的 都可以考虑的啊 找一些这个车壳放过来 给大家更多的游玩的体验 因为它比较接近于我们平时开的公路上的这种车子 那么也会更加吸引这个玩家 去想要体验它 想要去驾驶它 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别在乎注意还有更多RC和原案资讯 即是每家新的合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